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车等等 那是一种 因为瑞士有一个叫 像他们有一个铁路 去360度回大回旋的那种铁路 也非常特别 那讲到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南非也有这种古董火车 还有最有名 世界最有名的这个火车 比如说加拿大有一种景观火车 它是上面就整个都是天窗的 那个走在洛基山脉 哇 那个真的风光很漂亮 那讲到世界最有名的火车之旅 当然大家都有听过东方列车 因为以前那个电视 电影东方列车 让大家觉得 哇 东方快车了 让大家觉得 哇 这怎么 它跟这个油轮一样 是一个高档的旅游 所以曾经有人把这个 东方快车 加 邮轮 加 鞋合号 飞机 设计成一套 设计成一套套装了 但是鞋合号 因为不环保 噪音太多 现在已经没了 但是这个东方快车 它的路线 它的服务 透过电影的传达 让人家觉得 哇 这真的高级的不得了 就是一个行驶在 铁轨上面的豪华邮轮 那讲到这个东方快车 很多人都想到 那个都是西方的 什么欧亚连接 欧亚大陆啊 等等 甚至跑到了马来西亚 都可以啊 那其实 其实东方快车 中国也有 中国有一个 这个过去是给 所谓的领导啊 那么他们作为 这个私人旅行 或者是招待 世界各国政要贵宾的 那么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中国的东方快车 也被引进到了台湾 而且呢 这一两年前 就已经有 台湾的很多 也都是非富即归的 这种政要名流 都去做过了 到底中国的东方快车 从哪里做 里面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车上有什么样的设施 沿线到哪里去玩 怎么玩 怎么安排 我们直接请到了 这个非常懂 这个等于就是 开发了这条路线的 这个巨匠旅游 他们的旅游部的 这个部长啊 王启华 跟我们来聊 中国的东方快车 启华在我们现场 启华好 大家好 听众好 中国的东方快车 是什么玩意儿 进来台湾几年了 应该是说 东方快车 它是在一二年 透过一个应援机会 那推广到台湾 那目前 最早就你接触 对 那这个火车呢 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 它其实不是一台商业火车 它就是一台观光 我们叫专列 专列 就领导人专列 那它本身的任务 就是在执行领导人出勤 然后就是推广一些观光接待 不接待大陆客人 只接待外国 一般客人不能的 一般客人不能的 那叫外兵级 外兵级 对 那以前是这样 怎么现在可以了 改革开放嘛 可是改革开放好久了 应该这样讲 它是有故事的 1985年的时候 欧洲的东方快车 从英国开到了中国 当时的领导人 就是江泽民去接待了之后 看到这个火车 傻眼了 那时候已经是江 江泽民同志了 对 他那时候是上海市长 除非主席了嘛 不是邓小平同志 那没办法 那个等级太高了 然后呢 接待了之后 看了这个火车 英国开过来了 对 那时候是英国东方快车公司 他们 从英国开到俄罗斯 再开到中国 真的假的 第一趟跨州的 为什么叫东方快车 因为他们当时想往东方 把火车开到东方的欧洲人 可轨距不一样啊 那就换轨道啦 对 现在就叫轨距要换轨道 所以1985年 大陆领导人 看到这个火车之后 就命令要打造一台 一模一样的火车 在1992年的时候 就打造出来 搞了七年才盖好啊 德国兵事场打造出来 是哦 这个是兵事做的 没错没错 车体是他们 车体他们做的 车体是英勤 对 有他们做的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 他就是负责国家领导人的出行任务 还有他开放一些线路 给外国的观光客参加 那我们台湾是非常有荣幸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抢到这个名额 2012 对 不是你有钱就想做了 是必须分配的 那他是谁在经营 现在谁在经营 他其实是大陆的铁道部 他们委论一个旅行社 在做这个特保业务 他不是司律师 他是用包切的方式 这些外国客人来切这条线路 然后来走 而且不是每年每个月都可以走 他每年的七八月 是不接待任何的 为什么 因为他国家领导人 要用这个汪车 到北京到北戴河度假 放暑假 大陆领导人有放暑假的活动 是哦 对 是很特别的 所以七八月不能做 对 七八月不能做 那我们原来都是用最好的季节 六月跟九月 因为舒服嘛 舒适 来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大陆 你的意思说这个专列 他是除了我们台湾 你们巨匠旅游拿到来操作以外 可能全世界的顶级旅游公司 也会拿部分的日子拿来操作 原来上这个火车 他就是开放给13个外国的口岸 只有13个 比如说加拿大 美国 新加坡 台湾就是我们 原来上是全世界的客人 都想要上这个火车 为什么只给13个市场 因为他是有限的 他是13个华人为主的市场 比如说美华 或者是香港 这些为主 原来上他的名额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能上这个火车的客人 有时候也是要排队排很久的 是哦 那你是透过什么样的后门 什么样的管道 原来上是他们12年来台湾 做宣传的时候 当时他们希望台湾这个市场 能做推广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对接上来之后 就把它炒起来 所以在台湾市场就有一席之地 然后这几年也非常有这些好的回馈 所以他们对我们台湾市场非常认同 做起来了其他旅游业子就会想要来抢 但没办法 因为这个市场它非常非常稀少 因为它不缺客人 它是缺你怎么就经营它 原来上在台湾这四年来 也将近快有一千个客人上过这个火车 而且才一千个 一年它就是不到两百个人的客人 是哦 对非常非常珍贵 那一年几个行次 一年目前我们在推的产品 就是只有六月跟九月就两次的包车 一次包车它只有十节在客人的车厢 十节 对一节车厢它是有八个房间 所以满边的话我们大概 房间可以睡两个人到四个人 但是我们台湾团都比较高 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就上下四个床的卧铺 上下四个床 对它是上下左右四个床 它可以睡四个人 可是我们睡两个人 它没有那种一张双人床 没办法因为空间有限毕竟火车上还是空间有限 因为我坐过很多高级的火车 我在南非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我坐过那种一张双人床的 有这种火车 然后这里面的layout 就跟邮轮的舱房一样 香槟桶啊什么都有啊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是左右两张床双人床 上下铺 对上下铺 但是我们睡两个人 那所以一台火车如果满载 大概不会超过两百个人 十节嘛 十节嘛 那有些坐两个人一间啊 有些四个人一间 加起来就大概一百六到两百个人 OK OK 所以一年就是这两趟 十个是有卧铺的啦 那中间没有挂一些特殊的 十个车厢是卧铺 总共一次 九八舱啊 餐厅 一定有一定有 不然怎么叫豪华列车 对 他一次出旬有十几节车厢 嗯 十节是在客人的 对 每节车厢 他会有头尾挂洗手台 厕所 要出来上啊 要出来上 他是这样子 出来上的 那跟我做的又不一样 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这个不同的设备 然后呢 他还有管家房 二十小时的管家 在车厢服务 然后再来就两节餐车 所以在车上可以吃热腾腾的食物 他是吃中餐西餐 中餐为主 中餐为主 那帮你煮餐的人都是帮领导人煮过菜的 是什么口味 他有川菜 粤菜 都有 都有 按照不同的这个 时令会做出不同的菜 但是餐面做菜是蛮特别的事 只能用电 对 不能用明火 所以事实上能做出热腾腾菜 客人吃了都很感动 就跟飞机餐一样 没错 没错 但会比飞机餐好吃了 我们是四人一桌 然后吃六热菜 两人菜 八菜一汤 他还是圆桌啊 方桌方桌 四个人的 然后再来就还有所谓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洗澡车厢 还得出来洗啊 车厢 车厢很近的 对 起讲车厢蛮特别的 你看这车厢 这个车厢应该是世界专利 它是09年打造的 它是一个车厢有九个房间 干湿分离 所以老婆可以在外面沙发做的 洗手台做的 老公可以在房间做浴霸洗澡 它是干湿分离九个房间 在房间里面洗 对 它是车厢房间 车厢 进去之后它有 有一节车厢里面 九个房间 都是随于浴室专用的 对 干湿分离的 供水 热水都是非常足够的 再来还有一节车厢是酒吧车厢 酒吧车厢上面有卡拉OK 有一些影音设备 还有酒吧提供现磨咖啡跟酒精饮料 有WiFi 还有这个钢琴弹奏 所以非常的丰富 所以一次出去有17节车厢 将近800公尺 这样子的话我们等于就是 巨匠旅游等于是包嘛 所以同一节车厢里面 咱们也不会跟其他国家的人 混在一起 不会 原则上是房间不会混在一起 但是公共空间会在一起 有可能 一定会在 因为其实我们要打造 我以为你们全包了 全包很困难 很难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各个都要抢 但是相对也是好 为什么可以认识世界上 各个不同的这些旅客啊 朋友啊 不是 我的问题是在这 就到了餐厅的卡拉OK啊 对 你要唱 那个歌 我要唱这歌 弄弄 都不开心嘛 是吧 到时候有内地的这些 都是来抢的 怎么办呢 问题是没有内地朋友啊 全部都是外国贵宾 都是外国人 那外国人一般 他们都喜欢在房间看书 所以我们 看书 对 我们亚洲人 他来干什么呢 这个外国人对旅游 他看 你下次跟他们讲 看书看书 越看越多 不在家看 不要到外面来看嘛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在火车上 也会安排一些活动 有什么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嘉域关道敦煌路线呢 我们就会安排 敦煌研究院的教授 上火车 帮我们的客人 轮流的去上课 或者是讲解 敦煌历史文物 所以一般的旅游团 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游轮可以 对 其实他的概念就是游轮 就是游轮 其实他就是一个陆地游轮 但是他不是完全在火车上过夜 我知道 他是在大城市 我下来住好酒店 是哦 乡下地方 我就早上到 晚上走 所以他不是一般 像俄罗斯游轮 是一口气拉到俄罗斯 那没得玩的 我们不是 我们是比如说 西安拉到图鲁番 敦煌很棒吧 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 路线我们等一下 这个专列 我们先把硬体搞定 好的 这个专列 还有什么独特的设施 这个火车 他用什么样的车头 机车头 我们知道火车有 烧煤的 对 真的烧煤啊 其实这个火车的外观 我必须老实说 他没有很特别 毫无特色 因为他是绿皮车厢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给国家领导人 再出行任务的 他不可能很豪华 他不是川普号啊 对不对 不能是打黄金的 可是我看看 这照片还可以 还不错 对 蛮特别的 但是他的内装跟服务 是最特别的 这个 外观不惹眼 外观不惹眼 也不能太惹眼 不行 要不然给人家说 你说领导怎么那么奢华 对 然后内观呢 是非常舒适豪华的 我们在戈壁沙漠上面跑 40度的外高温 里面的 房间是 恒温恒湿 23度 我们在冬天 如果跑冰雪 叫哈尔滨的时候 零下的时候 内温也是23度 所以他的设备是一级的 冬天也有 但是你们不能坐 冬天也有 但是我们曾经做过 但台湾人怕冷 所以冬天效果没有那么好 真的冷 这两天冷的 冷的都冷死了 对对对 冷死掉的 我都快冷死了 哦 他的这个 车上服务人员都是 都是中文 车上服务人员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车上总共有70个服务人员 有包含帮你钻盘子的 打扫卫生的 还有管家 还有这个开火车的等等 全部都是服务给国家领导人的 服务人员 都挑过的 都挑过的 男的帅的 女的美 必须的 而且都必须要录当机 哎呦呦呦呦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 要安全 我们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 七海四位 对对对 之类的 所以他们都看过很多大的领导 那原则上 他们也会提供一些不错的服务 比如说在我们的 大陆的火车很繁琐的 他每次上下火车 都是两分钟到四分钟 你一般的台湾人 坐火车都会很挤 我们这个 什么叫两分钟到四分钟 因为大陆上下火车 对大陆的火车 就通关的意思 就是靠站离站 就是两分钟到四分钟 这么短 因为大陆的火车往太密集 它是几亿的人在跑 不能停的久 对 那我们这个火车的操作模式 就不一样 所以客人 一上去就知道差异性 特别你去过大陆的 我们的火车是 比如设定十点半开火车 我们可能是九点四十五 就让你到月台 十点就上车了 就上车了 十点半数完人头 没问题开车 所以我们在月台 已经霸占了一两个小时 而且我们自己上下月台 不会有别的人 特权 特权必须的 下流 没有特权嘛 真的啊 没错 怎么可能 现在不是都在打车嘛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编制 其实他原来上 他在火车上执行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当兵之后 看到领导人的坐车一样 他的戒备都是同等级的 就是就可能 整个车站附近周边 该查的查 该弄干净弄干净 所以我们的客人 也不需要持票 就可以进火车站 这是真的假的 但是必须过安检 我们的工作人员 带着我们过安检 上火车站 全身要检一遍的 因为 脱裤子 不脱裤子 不脱裤子 对 然后我们的大件行李 也都不用自己拿 工作人员透过特殊的管道 X光机 全扫过了 上到火车站 因为火车的安全 是最高标准 那我的行李箱里面 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可不可以 可以先 可以 我们的客人就可以 其他客人就不可以了 是不是 真的吗 所以是蛮特别的体验 然后我们在这个火车上面 我们也安排了一些 不一样的活动 因为火车本身 它也是一个 各个旅游局 跟各个景区 很渴望的 接待的一个任务 因为它的客人 非富即贵 所以像我们在西安的时候 我们安排客人 看这个唐月公的秀 在那边吃饭看秀 那我们的客人 就会安排在最中央 看完秀之后 其他客人离开了 这也是最好的 最好的 那其他客人离开的时候 我们一破一破的客人 跟演员合照 对 这个只有就是我们 中国东方快车的一个 特权跟福利 不是 习大大上台以后 不是就是把这种 要打打的 但是这个推转光光啊 因为这个外国人 他们是很 花了这么多钱来中国玩 你总是要 中国秀点东西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火车 结束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由列车上颁发一个证书 这是你想出来的 这肯定你想出来的 你如果看到那个证书 就可以看到 国务院铁道部的logo 如果你今天 有这个logo 就不是我想出来的 不 国务院铁道logo 我们上网 打一打也有 那就是一个证书嘛 所以这个客人 也是一个保值 价值的很大 就我做过 我做过 而且是由铁道部 出面的一个证书 而不是只是旅行社 那是火车公司 所以我想客人 有时候去旅游 他要追求就是一种 特别跟稀有 体验 体验 对对对 跟NBA冠军戒指一样 没错没错 对不对 虽然不值钱 或者不是很贵 但是他别人没有 我有 对对对对 有就不一样 所以客人都很开心 是不是 哇 所以这个火车 可是可惜了 就是一年就两个梯次 对对对 然后他给你的座位是 给你居讲旅游 一年是给几个座位 我们原则上的话 今年的话 一个行次是几个 一个行次六月份 一上一下 大概就一百个而已 我们算是整个市场 拿最多位置 还有别人在操作这个 就是还有外国市场 台湾没有了 台湾没有 台湾就是 台湾就是你独家 对 台湾我们一年就能 争取两百不到的位置 给台湾的客人 你就就像旅游 独家操作中国东方快车 对 别家旅行社拿不到 拿不到 对 那这又是特权了 这个这个真的是 还是 是个特权 是那个特权 就是当年你去开拓 这个市场的时候 但是也是帮我们 你认了他们做干霸 是不是 一定有关系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没错没错 一定是这样了 你就是嘴甜 但是这好东西 当然要给台湾人争取了 当然当然 那不能再争多一点 我们也在计划 未来在19年 希望计划 这是计划了 2019啊 我们计划 还早 把这个火车开到欧洲去 但是必须换轨 已经有在 因为现在 货车已经到英国了 可是那个车厢就那样子 它是宽的还是宽的 它是宽腿的 因为大陆是宽轨车厢 对那怎么怎么换 没办法换 我们所有的火车 到了外国 俄罗斯 到了欧洲 都是要换宽轨的 对那怎么换 在关口的时候 它有机器会吊挂起来 然后换宽轨 就是轨道换宽 但是车厢是一致 对啊 对啊 轨道它轨道就那样 它不可能两个轨道 加宽啊 就像我们轮胎加大一样啊 你17顺便19寸啊 轮胎好换啊 轨道 轨道几千公里啊 我哥哥大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现在目前的 中国开去欧洲的火车 都是这样操作的 都是要换轨的 它怎么换啊 就是它吊挂起来之后 下面的机器设备旋转 然后换的比较宽的轨道 那几千公里啊 有这个设备没有问题的 现在前阵子不是才 从义乌开到伦敦吗 我不晓得 就开了18天 就是用这种货车的模式 所以现在高科技 不懂啊 像你弄个照片给我看 是自己车厢下面 把轨加了宽量 往上走还是这样 类似类似 但是它要很大的空间 因为不可能整条 几千公里的轨 全部把它拖拖拖拖拖 那他们自己的车 所以它可能是用一个 什么东西夹在车厢底下 这样对吧 加宽加轨就对了 好了 对 好了 刚刚我们聊到了 这中国东方快车的硬体 接下来我们要聊 这个 它的这个行驶的路线 和路线有什么特色 我们进一段广告 带回来 巨匠旅游的 这个部长啊 跟我们讲 东方 他们家操作的东方快车 中国东方快车 他们带客人怎么玩 我们继续跟巨匠旅游的 这个旅游部长 王启华聊 他们独家代理的 中国东方快车之旅 那么这个行程大概是去 一年只有六月跟九月 全台湾大概一年只有 两百个份额 的人可以参加 不是有钱的问题 是 它就是那么稀有 因为这个 这个车全世界的高档客 都在抢着要体验了 那么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跟企划聊 这个 我们从哪里上车 沿线怎么玩 跟我们讲 而且好像它跟 长江三峡游轮一样 有上水下水 对的 真的 去跟回来 但是你就坐一 坐一段就够了 因为铁路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了 从哪里到哪里 我们今年六月份 推出了三个 三个日期的出发 那原则上的话 就跟刚才 姚主持人讲的一样 上下 那原则上 我们是从 丝绸之路的西安段 还有坐火车 到吐鲁番 但我们不是 每天都坐火车 我们就只有在火车上 停三个晚上 其他的话 我们会在大的城市 比如说敦煌 全长很远 西安一路到 吐鲁番 吐鲁番 所以一般来 全程几公里 将近快两千多公里 天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走 丝绸之路的行程 拉车 飞机 动车 都是要每天平均 六到八小时的 疲劳度 那没有办法的 可是如果你走了 选择中方东方快车的话 你就可以改变这种旅游形态 一般的旅游形态 是属于披星待月 每天早上起来 话讲回来 那个谁 从西安到 吐鲁番 以前也有不同的车在跑 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 台湾老早就在走 所谓的铁路思路之旅 老早就有人操作 还有一家旅游 做的很专业的 后来没了 应该是说 这个路是 路线是固定 大家都可以开 就是车厢不一样 车厢跟配套跟服务 它那个时候的名字 好像也是叫 新东方快车 我大概知道 对不对 但是那个火车 它是乌鲁木齐铁道部的 它只能在这个区块跑 我这个火车 是国务院的铁道部的 全国跑 全国跑 所以我曾经在两年前 走过 满洲里七七哈尔 东北 哈尔滨 所以只要我们有客人 我们可以包 但是必须在一年之前申请 申请这个路权 路权 对 因为大陆的铁道部 就跟飞机航道一样 它是非常密集的 你的时间带 跟这个停靠点 都要测算出来的 所以要提早申请 我们走的这个火车 当然比他们档次高很多 因为这是 而且我们最明白的 这个上面的服务员 我们就是配置的 他们是临时在去 临时走的 所以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没办法洗澡 在车上 那种车没洗 没办法洗澡 对对对 差别很大 好 所以我们就西安到吐鲁饭 对 然后其实全程 只有三个晚上住火车上 对 睡是睡 可是跑的时候 当然还是在火车上 没错 所以到了重要景点 你就下来住饭店了 没错 就跟有人玩法一样 好 然后分别去哪些地方 你们设计起来是怎么样 好 先从郑州进去 原来因为航班的关系 直航航班 我们可能有从郑州 从西安 然后没有飞机直接到西安 但是因为台湾到西安航班 不是天天 那我航期是固定的 所以我要配合他 所以进出点 其实没有差别太大 没有必要 但是最主要 你玩什么东西的 原来是我们在 去了河南 我们就给你看龙门石窟 那去了西安之后 河南 对啊 因为我从郑州进 因为郑州也说 它是丝绸出路的中心 然后我们到了西安的时候 我们就会安排 这个兵马俑 法门市 特别我们有安排一个 叫做唐月公 那是什么 那个是目前西安 最高档的一个秀 室内的 边吃饭边看秀 那在讲大唐盛世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豪华 也是国家级的演出演员 对 你在河南没有去少林寺 我们要看线路 有些13天的有去 有些是西安进出就没去了 因为河南市只是一个 转机口岸 我都来了 我都来了 可是后面有更重要的重点 我不管 少林武功盖天下 不管 我不管 我要看 那你就参加9月份 我一个下行的13天 因为那个天数时间长在河南 我还安排了少林寺之外 还安排了 打少林拳跟养生拳 就是吗 这个特别 我都来了 你就让我 没错 你就让我看看少林武功吧 因为航班的问题 所以天数不同 有些有河南的 我们就安排少林寺 还有安排客人打养生拳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这个行程 有的是13天 有的是12天 对 那就是因为配合航班 那也因为多了一天 所以你反而可以在河南郑州 多待个半天或一天 对的 然后景区就可以多看一点 没错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多一天当然价格可能也不一样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上了 到了西安 西安你去看兵马俑了 法门市 去看那个 特别的 能叫什么 设例子 谈月供 谁的设例子 那个法门市是设例子 就是看那个 法门市就类似我们 看谁的设例子 我死了 烧了也有设例子 当然是那个 玄掌玄掌设例子 不是你要看这大师的设例子吗 就去参拜一下 佛陀设例子 佛陀的嘛 不是所有人设例子都 我烧可能也可以 烧个两颗出来 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就上车了 然后我们就开到天水 开到天水 一般都是晚上上车 几天 没有我们是晚上上车 对对 就一天就到天水了 晚上大概十点多上车 隔一天一大早 就到了 就可以到天水了 因为火车其实它距离 它的时速都不会开太快 都是一百以下 慢慢开 它的车子平不平稳 没问题 可是坐火车 坐火车怎么样都还是会有 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那梗梗 一定会有一些 但是原理上我们尽量 可能把舒适提到最高了 那也是一种体验 当然 当然 然后我们到了天水就走 天水最有名的麦金山石窟 这什么玩意儿我就不知道了 石窟 天水石窟 对 麦金山石窟 里面是看什么的 就是看那个石窟石雕 就类似我们去看这个 龙门云钢石窟那样子 那个谁磕的当年 那是历朝历代的一些人磕下来的 当然 谁 谁嘛 当都磕的目的 这个不可考取 这个是 你看你这外国回来小孩 就是这样 去天水看 看石窟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可以开到天水完之后呢 我们再到嘉玉关 那远了 远了 一天到不了了 到得了 还是一样 天水住哪里 我们不住天水了 我们早上 因为天水没有好的酒店 我就不给一客人住 所以我们早上到 晚上玩完之后 就开车走了 睡车上了 就睡车上了 这样子 这样才好 不然天水酒店等级不够 不够格 所以我们不需要住 对 对 那我们就开到嘉玉关 去看长城 要开多久啊 天水到嘉玉关 原理上都是 两天吧 不用 大概都是 一天就到了 可是沿途很无聊 我们是晚上开 所以还好 晚上开就睡觉 白天到 那你天水到嘉玉关 要多久 也大概八到十个小时 就是一个睡觉时间 对 然后到嘉玉关之后 我们就住嘉玉关了 让嘉玉关有 所以嘉玉关什么饭店 嘉玉关目前 最好的等级的饭店 是嘉玉关假日 当地最好的酒店 好的电影 对 那当地只有这个条件 但是因为嘉玉关 它的景点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住 每天要看 对 很多东西要看 然后嘉玉关完了之后 我们就走到 重点的地方 就是敦煌 对呀 嘉玉关 我们去哪些地方走走 就嘉玉关长城楼啊 城墙啊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原理上就是 安排客人走城墙 然后看这个 过了嘉玉关之后 就是塞外了嘛 塞外风光嘛 那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安排客人 在那边去导览这样子 其实还是主要以 丝绸之路的 大景点为主了 OK 好 然后呢 然后在嘉玉关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 到了丝绸之路 应该是最多 到敦煌 最要的重头戏 就是敦煌 因为敦煌 可以看的东西最多 嘉玉关停几个晚上 一个晚上 一个晚而已 对对对对对 睡觉之后 第二天 我们再从嘉玉关 到敦煌 你看哦 西安嘛 对 天水 这样一天 天水嘉玉关两天 嘉玉关一晚三天 对 到敦煌 对没错 好 那在嘉玉关到敦煌的 这个段行线呢 我们是白天开 可能一天都不用 我们是白天开 很快 几个小就到了 OK 在火车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着赤壁 赤壁啊 戈壁的风光 然后呢 看着这个沙漠 然后我们安排这个 刚才讲过的这个 敦煌学的教授 在车上帮大家 先导览 先给大家上点课 到了敦煌 你去看这些石窟啊 才有感觉 才有感觉 不然有时候会 看着看着就看不懂了 可是你下了车 还是要有地培吧 这还是有地培 还有讲解 但是我们先去把历史 为什么这些东西 先讲解一下 因为也是给客人 先做一个行钱教育 这老师历不厉害吗 就深不深度 当然深度 他是教授级的 教授级的老师 因为一般的导游级的 就可能讲解的不够专业 对一般导游级上来 就各位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我讲了半天 讲了一半就开始 我跟你讲 我们到那边 我们有个什么东西 先得买买 那个药擦的有效 没错 还有那个鞋子 那个风子 就来卖药 因为我们的客人 都比较高贵 绝对不能这样干 因为很多可能都是 高知识分子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 给他们一些 不一样的服务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 特别请了教授上车 帮我们去做 最正式跟最专业的讲说 那在哪听呢 在火车上的酒吧车厢 我们就分批的客人 分批 对一团一团的让他讲 有点像开 这个行钱说明会一样 个人就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个外面的车窗 听着教授讲这个 大家都会去听吧 都会去听 因为我们的客人 素质都非常高 都非常喜欢这些 追求知识 所以都是满场爆满 不是 房间里闲的也闲的 总不能在房间里 生小孩吧 也是 闲的也闲的 去增加点知识 没错 到了敦煌 接着就精彩了 下了车 咱们去看什么 进广告 我们带回来 敦煌还有吐鲁番 对不对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巨匠旅游的 王启华 他们的旅游部部长 聊他们家设计的 东国东方快车 神秘西藏青藏铁路 13天的旅游 他们有12天跟13天 主要差别是在 一个是上 由郑州开始 由西安开始往吐鲁番 一个是从吐鲁番往回头了 那么刚刚一路聊到了 就是到了嘉玉关 接着接下来来到敦煌 敦煌我们得看什么 下了车 敦煌我们就去安排客人 看这个明沙山跟月牙泉 那我们的操作模式 月牙泉还有水 还有水 不是说有一天 就是水快没了 现在有水 都被你们这些客人 喝完用完了 现在绿化做的好 是不是 然后我们给客人 安排骑骆驼 还要骑骆驼 对必须要体验 而且我们骑的是零线 要骑足足40分钟 一般旅游团 可能就是骑个5分钟 10分钟 真的 对 骑40分钟会不会太久 那种体验 对 我第一次坐骆驼吓死了 大家以为很好玩 会吐口水 不是不是吐口水 他趴在那你坐上去 他站起来的时候 你吓一跳 没错 好可怕 吐口水 他吐你吐他 好了 在敦煌我们又骑骆驼 还有月牙拳 对 那我们就住在敦煌了 然后第一天先走这个行程 敦煌我们住一个晚上 所以第二天 我们再安排一个重头戏 就是这个墨高窟 所以敦煌我们是有住的 那个是赵大千 在那里这个临摹的地方 现在墨高窟 他已经是一个5A景区了 5A 最高级的景区 其实每年要 又有总量管制 总量管制 所以这个墨高窟的门票 其实到了旺季是非常头痛 他一天就只有6000人 因为是世界文化一山保护 他太多人去的话 他会破坏 所以他每年的旺季 事实上是一票难求 但是我们确定都可以让客人参加 参观到 给钱吗 这有时候给钱还不仅仅 我可以麻烦 因为他这个一天就是6000人 大陆现在内需的旅游也很发达 常常都是很多客人在门口 没有票 塞爆 就进不去 进不去 因为自驾车 那他们那个就是太笨了 他们资讯还是不足 所以我们这个墨高窟的门票 也是都是我们目前旅行是很头痛的 它是实名制的 所以在出发之前都要先照车 都不能先跟个假名字 对 然后都要先买好票 不然都不见得能看得到 好 墨高窟我们待多久 墨高窟我们将近待大概 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对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景点 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 回车上了 回车上了 然后呢 就是晚上又开车到这个吐鲁番 你刚休息的时候有聊到 你们回车上之前 你们有什么特别 我们因为这个客人参加 我们列车的客人 都是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尊贵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结束 比如说你今天在 这个天水玩一天 一定是全身臭乎乎的 对不对 会吗 会吗 热嘛 夏天还是会热 流汗 对流汗 所以我们在上火车之前的时间呢 或用完餐之后呢 我们都会留时间 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哎呦 在酒 在车站附近的星级酒店 大概四星以上 你们再去找个酒店 再去开个房 给客人开房 给客人洗澡 给客人休息 哎呦 那因为火车上 是可以洗澡 没有错 但是火车上洗澡 必须他要轮排 那有些客人 他可能就 因为那一节 只有九个浴室 九节车厢 对 九节九个浴室 所以呢 我们给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团 我们都会额外去 开房间给客人洗澡 在这个行程当中 就是每一次从 岸上观光 不是不是 陆地 陆地 要上火车之前 上火车之前 你还会另外去租个饭店 对 开房间 让买一个 每一队游客 可以先洗个澡 休息一下 对 然后再上火车 清清爽爽的回火车 但如果你要上火车洗 也可以 就让你洗两次 夏天嘛 热嘛 我就突然想到 那个火车上的 九间浴室 排的时候 是要登记 还是怎么样 不用 我们会 因为我们这些操作人员 都是很有经验的 我们会跟各国的领队 协调 轮流 他那个只有 了不起就shower 没有浴缸的嘛 没有浴缸 他是浴缸的 浴缸的 没有浴缸的 对 浴缸是什么意思 就是红外线的 控温的 所以你进去不会太冷 然后他设备很好 所以也非常充足 好 但没问题了 每一站 陆地行程结束后 他们还会安排你到 那个酒店里面洗 纯 纯 纯休息 不 今天更暧昧了 好 敦煌完了 又要上车了嘛 又要上车了 敦煌往下一站 对 敦煌往下一站 就是到了我们终点站了 就是上行的终点站 吐鲁番 就已经开到新疆的领域了 吐鲁番了 对 那吐鲁番我们就 吐鲁番要干什么 吐鲁番我们下了车 我们就要去这个火焰山啊 看二景啊 还有这个焦和古镇啊 去看这些吐鲁番 然后再开始享受 他的那些美食 吐鲁番有什么 吐鲁番有什么 漂亮的东西吗 吐鲁番我们原理上 就看他的这个 焦和古镇 就是留下的遗迹啊 当时留下遗迹 对 好 就这样而已啊 火车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 我们就快 后面就开始要到 乌鲁木齐了 行程 那我们原理上 在要结束的时候呢 到了乌鲁木齐 我们会把这一次 所有的团员 两百多个人 聚合在一起 做一个party 然后我们会搞一个 搞一个所谓的 烤全羊的活动 然后让全部的人 一起参与 然后办庆生活动 这次两百个团员呢 就做一个漂亮的Andy 庆生 那我就 你已经摆明了嘛 六月跟九月 都不是我的生日 你不欺负人吗 生日的时候去就特别 全车的人帮你过庆生 对啊 好了 我要请教一下 这全程呢 我们就是用火车在移动 那么吃呢 吃的部分 我们原理上 当然在车上 当然就吃车上的了 对 火车上 我们下来吃呢 下火车的话 原理上我们的餐标 都是特别高的 例如在敦煌吃什么 原理上我们在 我们在各个地方的餐标 大概都是在 不是在酒店吃饭 就是在酒店的自助餐吃 还有一些特色风味 还吃自助餐啊 我原理上 我来到了敦煌 我还吃自助餐 Buffet啊 敦煌我们有很有名的 这个所谓的 飞驼宴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驼风 驼长 你是讲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有 吃这玩意儿 有玩意儿 真的假的 也是风味嘛 但是不是每天安排嘛 敦煌最有名是这个 然后我们还有去吃这个 烤全羊 再来我们还有去 像在西安 我们有吃这个 饺子宴 其实应该都是 真的啊 西安吃饺子宴 真的排啊 真的排都有排 原理上我们就是 在各地的风味 安排就是当地特色 一定会有当地的 特色风味餐 对 然后我们还会安排 尽量在酒店的包厢 或者餐厅的包厢 因为我们的餐标 都比较高 一般的旅游团都吃不到 所以我们都安排 独立空间这样给客人吃 就不能给人家看到 对 就是要一个尊贵 跟舒适度这样子 是不是 是的 那你在那个什么 乌鲁木齐吃什么 乌鲁木齐 我们就安排一天 在这个酒店里面 安排一个烤全羊 乌鲁木齐烤全羊 土鲁木齐烤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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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的是这个 当地的这个 维吾族风味 维吾族 维吾族 其实就像土耳其菜一样 烤肉串啊 很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这样子 真的啊 对 所以去那边的客人 都会变胖 敦煌吃什么 东方就吃那个 驼掌宴嘛 驼掌宴 对对对 那嘉育官吃什么 嘉育官他们还有 吃沙子 吃什么 就当地的一些营兵宴 因为嘉育官 我们住的是嘉育官的宾馆 假日宾馆是吃营兵宴 天水吃什么 天水我们就是一般的中餐 因为天水 比较没有什么特色 对 西安饺子宴 饺子宴 还有这些 比如说唐院公啊 我们去边吃饭边看秀 对对对 真的都有牌 都有牌 必须要牌 要负责任的 一定一定 你负责任现在在我们节目的是 巨匠旅游的王启华 听众朋友如果你 你参加了 他讲的都没做到 他讲都没做到 他可能回来就找你 找个山东馆还是叫的 没问题 是不是 那这个还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来回还是坐飞 回头的飞机乌鲁木齐回来呢 就是就直飞了 直飞直飞了 对对对 那这个行程其实就是 一般的丝绸之路了 那我比较要再强调一个 就是我们今年6月18号的 另外一个行程 这个蛮特别的 是什么 就是前段呢 我是坐东方快车的体验 从西安到兰州 西安到兰州 西安到兰州 然后呢 后段呢 因为今年是青藏铁路10周年 这几年呢 西藏在台湾非常的火热 然后我们跟特殊关系 也是特殊关系 拿到了20席的这个软卧上行的火车 青藏铁路 所以呢 我们安排了东方快车加青藏铁路 的产品 目前应该市场上不可能有这种产品 也做不出来 因为软卧上行几乎是拿不到 没有一个旅行师敢保证 是不是 因为他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几乎是一票难求 哎呦 那你身体也要好了 对啊 听众朋友 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巨匠旅游啊 他们有这个操作中国的东方快车的行程 而且今年有个特殊的 配合青藏铁路10周年庆 他们有个特殊的软卧行程啊 那这非常的独特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相关的资料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巨匠旅游的企划到我们现场来啊 下次开发新行程再来啊 拜拜 谢谢